前南加州台大校友会会长王美 曾担任美国伊甸残障福利基金会执行长 以及多个社团的负责人 同时也是资深的媒体人 爱心不乐人后的他 目前在洛杉矶台湾书院担任义工 他希望能借由台湾书院的平台 将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 推向美国主流社会 在一个不知道台湾 或者是不了解台湾文化是什么的一个地方 我们一点一滴的让他们了解 我们借由台湾的艺术 台湾的传统 台湾的茶道艺术 台湾的长中戏 也就是布袋戏 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方式 把中华文化点点滴滴的来种到 这些在美国成长的孩子 以及大人的心理 那么这个工作是一个很细微的一个工作 但是做了一段时间 我们已经发现到 在美国人的这个心目里 已经美国的社会里 已经产生了一些很连锁的一个 快速的一个散播的一个效用